徐州让我给丢了 那八位嫂子呢 就现在成内了 什么 兄弟如少座 妻子如衣服 宁府沉远白头逝 不负桃花生死辞 大家好 我是二美国 吕布投奔刘备 屈驾于徐州小配 如此一来 让燕州的曹操多了几次忌惮 本想在俩人没产生默契之前 将这份威胁扼杀在摇篮里 可是一件事的发生 打破了曹操的计划 董卓死后 李觉和郭四在长安掌权 前些日子 俩人发生了内讧 长安城内一片混乱 大臣杨凤和国舅董成等人 趁机保护汉县帝逃回洛阳 到洛阳后改年号建安 前面说了 洛阳被董卓一把大火给烧了 此时依旧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君臣坐于废墟之上 是要吃的没吃的 要喝的没喝的 这边巡遇向曹操进言 此时应该赞访徐州之士 到洛阳护天子为贤 那天子在手 天下我有啊 曹操权衡利弊之后 觉得没毛病 邪手下带着引用之物 直奔洛阳 到了之后 三寇九拜 然后一锅鸡汤奉上 刘邪这个感动啊 感动的不只是鸡汤 还有这事态炎凉啊 天下诸侯双掌之夺 唯有你曹梦德 心兮汉事 这乃天子之姓 大汉之姓啊 曹操一白手 行了啊 感慨不在一时 眼下洛阳是没法呆了 昌安还有乱臣贼子 这样你跟我走 咱到我的许昌落脚 再造大汉辉煌 刘邪小脸一苦 能不去吗 行啊 只要我手下十万精兵说 愿意在洛阳 那咱就在洛阳 面对着赤裸裸的威胁 刘邪还能说啥呀 朕准宗迁夺于石窗 到了许昌 刘邪拜曹操为大将军 授五平侯 打这一刻起 曹操开始大权在握 邪天子以令诸侯 升为日中 这搞定了皇上 曹操再一次把视线放在了徐州 想图大业徐州必拿 功等有何妙计徒之啊 徐楚攻守 给我五万精兵 必定踏平徐州 寻遇出言阻止 有道是上善伐谋 攻心为上 威胁天子之前 兵伐属无奈之举 眼下手中圣语如指 何必劳兵伤财呢 随后献上了二虎净食之计 那刘备虽说接管徐州 可是未得朝廷正式受讽 他让曹操借天子之口 正是封刘备为徐州目 然后随圣旨一道 让其斩杀吕布 如果杀了 没有吕布相符 徐州可轻易破之 如果不杀 以吕布那操胆脾气 必杀刘备 不管怎样 二虎必去其矣 好记 明日便奏明天子 简短揭说 刘备受了讽 同时也接到了杀吕布的旨意 正愁眉紧锁呢 吕布就到了 听说贤德宫受朝廷恩命 奉仙特来祝贺 齐敢齐敢 好 请 看见吕布 张三爷这活儿 可就蹭蹭往上窜呢 拔剑就要劈了他 自从他进了徐州开始 戈萨就一直不顺 今天曹操下旨 让大哥再次陷入两难 也皆因这死 其实这事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就是以初级的挑拨理解 想化解也很简单 那就是坦诚相对 刘备将赵书给了吕布 我玄德什么人品 世人皆知 徐州我都肯拱鼠相让 会做如此下作之事吗 绝对不会 显帝 许昌 曹操面露玩耳 老寻啊 你那二虎净食之计 看来不灵啊 没想到寻玉笑得更深 哈哈哈哈 如果就这点手段 起配做你孟德公的谋士 紧接着甩出一记 驱虎吞狼 让曹操派戏作给袁树通风 说刘备上走曹廷 要干他袁树 袁树肯定大怒 要干刘备 然后再假传旨意 让刘备讨伐袁树 只要俩人干起来了 那居于小配 志在天下的吕布 岂会没有异心 好 又是吕布 又是袁树 这回我倒要看看刘备 怎样行尸 刘备能怎样 朝廷让自己出兵干袁树 身为汉氏宗秦 岂有不从之理 下令 点兵明日出战 可是留谁收假呢 官二爷说 我来 刘备一摇头 诸事皆由你我少议 此战怎可少你啊 小弟来手 这张飞守城 说实话 刘备不太放心 喝点啤酒就打人 恐怕会误事啊 可没办法 谁叫咱没人呢 最后让陈登留下 辅助监督张飞 这弥足孙前陈登三人 是淘钱留给刘备的宝贵遗产 也是刘备的最初班底 这说完刘备再说袁树 早就听到风声 他刘备尚书 要吞了自己的南郡 今日得知 已经率兵快到虚仪了 那能灌他毛病吗 既然你个卖草鞋的不值死活 那我就成全你 姬灵 在 起兵十万 杀奔徐州 将刘备村夫 有来无回 咱划分两头 刘备官与带兵 与姬灵 战于虚仪不讲 单说徐种 这没了大哥二哥的压制 张三爷可就放飞自我了 咱都知道 好酒之人 岂是一句承诺 就不喝了 一肚子歇火的张飞 当着一众官员 就开始酗酒消愁 自己喝还不行 必须大家一起喝 这陈灵是急在心里 却口不敢言的 先不说张飞打不打人 问题是 你根本劝不住啊 来 喝 我从来不会饮酒 天界 仅是一战 来 我实实的不能再饮了 刚才饮了 这会儿却又 又推卷 眼看老伙计不识台去 张飞老毛病可就犯了 酒一上头 就爱鞭挞世俗 命人 拉出去 抽 这为了免受皮肉之苦 老伙计赶紧提人呐 原来 此人叫曹豹 是吕布的岳父 本想拿女婿的大名 压一压张飞 没想到 适得其反了 张飞早就想收拾吕布 今日 就拿他老丈人 先开开道 命人从小阀 改为暴揍 老丈人被打的消息 很快就到了小沛 这吕布发飙之余 陈公却暗暗欣喜 初次见面 没要他许种 是怕落人口舌 眼下张飞欺人在线 徐州空巢在后 真乃天赐良极 徐州既有可乘之机 诗词不取 毁之晚也 好 回复我约张 就说我今夜 习取徐州 让他做好内议 这回 我要看看 那还眼贼 在刘备面前 如何交代 须仪这边 经过几轮苦战 寄灵兵败 退守淮银河口 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 这长此以往 以徐州的实力 根本耗不过他元术 这刘冠二人正愁呢 一到闪电 将二人彻底 积入深渊 张飞来了 这三弟此时 不坐镇徐州 而出现在此 必有蹊跷 张飞也丝毫未有隐瞒 怎么喝的酒 怎么打的人 最后因酒后无力 怎么丢的城 通通说了一遍 刘备是一脸的恨铁不成岗 满肚子苦水 没地方到 起来吧 这关羽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自己跑了 大哥的俩媳妇呢 张飞哇一下就哭了 刺激无能 俩嫂嫂依旧身陷成痴啊 这给关羽气的 恨不得抽他俩耳刮的 张飞也不想了 可事到如今 说啥都晚了 有道是一人做事 一人倒 提见就要自吻谢罪 刘备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的 古人缘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衣服破了 伤可疯 手足断 恩可再叙 我三人讨愿解义 不求同生 但愿同死 尽随丢了城池家乡 安任教兄弟重当而化 徐州本非我佑 可和族喜 是何族有 现地一时之物 何止为此情生也 大哥 格局决定结局 曾国藩说过 谋大事者守重格局 格是人格品性 局乃气度胸襟 心胸越大 格局越大 格局越大 成就越大 心中有怎样的格局 就能写出怎样的结局 有些人 总是为了发生过的事 而斤斤计较 如果将计较往事的时间 用在谋划未来 成就必将不可同日而语 多日后 刘备被袁术偷了迎债 损兵马术前 大败而归 可是眼下徐州没了 往哪里归呀 这时 陈公为吕布献上一计 让其将两位夫人 送还刘备 以表诚意 然后收刘备 屯兵于小配 做自己的剑剑 日后 剑指袁术袁绍 草草 谋得天下 好让其冲锋陷阵 这明知 吕布心怀不纯 可眼下刘备 没得选呢 啊 贤德公 非是吕布 欲夺徐州 哪里 只为令帝 在此嗜酒杀人 我怕耽误大事 故来守之 今日 贤帝归来 李当奉还 大家都是明白人 也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吕布吃下肚子的肉 想再掏出来 根本不可能 下集 袁术乘胜追击 命继灵 率十万大军 前往小配 灭掉刘备 为了保险起见 送粮草二十万给吕布 让其袖手旁观 吕布焉能不知 唇寒齿亡的道理 一招原门射击 化解危机 我若一箭射中 化解小知 你两家就此罢兵 如射不中 你们各自回营 安排厮杀